那这个产品的产品的这是这是第一个产品编号 第二个产品编号 这是第三个产品编号 那么我现在如果是要抛第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只需要在文件里面选择第一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 OK 确定 再点一下起点 OK 点一下起点 那么现在程序编号是1 那我就是抛第一个产品 抛这个产品 我如果是要抛第二个产品 我要抛这第二个产品的时候 那我现在把文件编号 第二个 OK 确定 确定 然后再重新按一下起点 应该还是要转圆点 先回一下圆点 先回一下圆点 OK 然后再回 再起点 然后再起点 OK 那现在我们就是抛第二个产品 我们启动一下 试一下 看呢 启动 这个是启动 OK 现在抛的是第二个产品 第三个产品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产品也是一样的 那就选择三 谢谢大家